緊緊相擁 襲擊而泣 把兩年的思念之情全然抒發 十天前還在此刻大參加畢業典禮 學成返鄉跨出職場第一步 家訪的心情共識 志工們傳承經驗 有帶動我們將近29組的志工 跟慈青同學 甚至我們回到台灣慈濟大學 念書的這些長照班的同學 主要的一個做法就是 透過這個普查 來了解一個部分就是 大家健康的狀況 第二個就學的狀況 第三個就是就業的狀況 不穩定的天氣下 撐起傘 捲起庫管 這一趟體會受災民眾的處境 這戶家庭在前一次的颱風過後 都還沒有辦法整理住家 不猶豫 立刻著手整理 鄰居也號召了過來 安頓生活提供最適當的協助 大隊陪伴前往賣場 採購居家所需 檔案新聞瑞秋 羅伯特 阿莫斯 菲律賓報導 回到台灣來看 現在正是採收芒果的季節 不過在台南善化的慈濟志工 卻選擇先放下農耕工作 只因為他們想要把握時間 來做這一件事情 岩區 要準備用 世界一件事情 會推薦 對方 啟糕 可以推薦 到二所要噴火 到二所要用 我們可以推薦 拿到二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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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二所要用